哇 这美味的炒果条就隐藏在Bagandato 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吧 别小看是一个小档口在路边 但是Auntie已经在这里炒了20年了 她说三大种族都很喜欢吃她的炒果条 究竟是为什么呢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有什么秘诀呢 现在Auntie开始炒了 大家注意看哦 Auntie放虾饼 虾 半果条进去 然后随便的翻炒一下 就这个时候随手的把火开大 你们有注意看到吗 我觉得好吃的秘诀就在这里 就如广东人所说的 头咬我黑啊 锅里的烟也越来越浓 几乎看不到果条了 嘿嘿 原来Auntie的秘诀就是炉池 接下来就是豆芽煮菜 之后再放胡椒粉 生抽 生抽 马来西亚人喜欢吃辣的炒果条 之后也不要忘记放山拜哦 看整个锅只能够看到浓浓的腌而已 Auntie也没忘记 他家老母鸡生的鸡蛋也打一粒进去 炒啊炒啊炒啊 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烹烹的炒 炒果条就可以出锅了 视频也看到这里了 请帮忙点个赞 也请用你的小手指来分享给你朋友知道 这老板娘你以前是你自己炒下来的还是你家人炒先的 我自己炒的家人不知道是炒的 哦 我家人是做做面的 哦你家人做面的啦 然后你自己炒下来啦 20年了哦 很久哦 因为啊你有放那个香蕉叶啊很香啊 哇 好吃 刚炒出来的果条烧烧的 是非常美味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吃炒果条了 相信有来吃过的朋友们都回味无权 没有吃过的朋友 也可以来尝尝一下吧